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谢谢你们来了 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方琼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 快手号 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 三位嘉宾老师 心理专家白夜仪老师 欢迎您 这名媒体评论人 石树四老师 欢迎您 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露 欢迎您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的故事 曾经我们的关系就像掰手腕一样 硬碰硬 彼此较热劲 最终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疏离 后来在这场漫长的较量中 我赢了 它变了 变得柔软 变得听话 直到二十八岁那一年 我才意识到 子欲养而亲不带 爸爸对不起 直到那天 我才意识到 我醒得太晚了 这是一对妇女之间的故事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 被致欠人 父亲 陆渝 主席 各位老师 各位嘉宾 大家好 欢迎您 请坐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今年六十七岁了 您有几个孩子呀 三个孩子 三个 您这三个孩子 哪个最淘气 最让您不省心 最小的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 最头疼的 这个女孩 所以是一个让您 又心疼又头疼的孩子 心疼又头疼 对对对 那我们接下来 有请今天的 致欠人 女儿 陆梦娜 主持人好 各位嘉宾老师 大家好 我是陆梦娜 来自广西 欢迎梦娜 请坐 梦娜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二十九了 二十九了 小片里 为什么说 你觉得 醒得太晚了 我记得是在 二零二三年 过年的时候嘛 那天是 腊月二十九 连续下了好几天的小雨 那天阳光特别的好 然后我跟我妈妈 在家里面说 打扫卫生嘛 那会儿我爸出去 溜弯了 打扫 打扫卫生 不知道为啥 我妈突然就跟我讲到 她说 梦娜你知道吗 你爸前几个月呀 他脑梗中风了 然后住院住了十几天 也花了十几万块钱 你没有发现吗 他现在好像都不太记事了 他还经常的会说胡话 他说 哎呀 我的女儿 已经从北京治疗回来了 现在都挺好的 过几天就回家了 马上就可以见到女儿了嘛 我就有点懵 我就不太愿意相信我妈说的话嘛 然后我又回想到 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嫂子她经常跟我说 她说 你爸最近胖了很多 都不愿意运动 特懒 我当时就想 我爸应该是退休了 然后生活状态慢下来了 就才开始变胖的嘛 我也没往这一块想 然后前几个月 有好十几天 我也找不找我爸 打电话他不接 发微信他不回 我哥就跟我说 他说 他可能手机 静音了 或者是坏了吧 经常这样 就敷衍过去了 所以那个时候 你家里人都在瞒着你 对 那个时候 父亲应该是身体出问题了 对 是的 他是因为知道我复发那会儿嘛 然后就急的 所以你听到妈妈跟你说的 这段爸爸的经历之后 你什么样的心情 我脑袋一片空白 我就 我就特别不愿意相信嘛 然后心里面又特别害怕 因为联想 就这几个月的这些不对劲 我就好像感觉这是真的 然后我妈那时候还在继续跟我叨叨 但是我已经听不进去了 我就特别想去找我爸 但是我还是没有跨出那一步 我就在家等 等到他晚上十点多才回来 我很想上去说一点关心他的话 但是我也没有开口 直到听到他洗漱完 以后回到床上 他的呼噜声响起来 以后那一刻我就开始崩溃了 我就心里特别害怕 特别难受 我就想万一前几个月发生那样的事 我爸要是真的不在了 我该怎么办 又想到自己以前不太懂事 老跟他对的干 老跟他顶嘴 我就更害怕了 你以前跟爸爸关系怎么样 在我特别小的时候 跟老爸的关系特别好 以前我爸是村上面的老师 我妈妈平时在家干农活 我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我爸就特别想要一个女儿 然后过了八年之后 哎呀 等到我出生了 他就特别开心 然后那时候我爸就 宰了只老母鸡庆祝 我妈就经常跟我说 她说你知道吗 你爸以前你两个哥哥出生的时候 就宰了只小鸡 就特别疼我 然后反正村里面的人也都知道 我爸那时候对我的宠爱 然后都会叫我千金大小姐 这样的 那个时候爸爸在你心里面 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特别高大 然后我那时候感觉他 就给了我所有的爱 我就感觉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平时在教书 然后呢他下班了之后 还会去做各种兼职 比如说去搭摩迪啊 就是搭课 然后呢有空的话还会去卖豆腐 就是从镇上拉一些豆腐回到各个村落去卖 我们家生活条件就很拮据的情况下 他还是会很疼我 嗯 他会给我买我爱吃的草鱼 以后那时候我头上 他也会给我买很多就很好看的小发卡 这不挺好的吗 嗯 这后来怎么了 你就开始跟你老爸开始较上劲了 后来是在2000年的时候 我爸那时候考试嘛 就考到了镇上当老师 我们一家人都搬到镇上去了嘛 就住在那个老师的职工宿舍里面 当时我两个哥哥就在隔壁镇上的初中 我妈妈当时也在食堂给学生做饭嘛 我爸爸就下班了之后 还是一样会去搭课 因为他要养三个小孩 他们忙起来的话呢就会特别的忙 有一次周末我已经写完作业了 然后我就想本来想去找小伙伴们玩 但是发现他们都在看电视 然后呢我也回家看电视 没过一会儿我爸就回来了嘛 他开口就对我说 说你天天就知道看电视 你看看别人家的小孩都不像你这样 然后我说别人家小孩也在看电视 我跟他顶嘴嘛 然后他又 更生气了 他又说别人家小孩考试考的年级一二名 你行吗 你考的那么差 你还好意思看电视 以后想怎么看都行 但是现在你就主要就是学习 我就不理他 我就继续看 然后他就拿起旁边那个高压锅 那个锅盖 砰了又把电视给砸了 我当时好吓呀 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这样子发火 就好像我看电视是一个特别大的错误一样 但是我又心里特别委屈啊 因为别人家小孩在看电视 我我就不能看吗 有时候我也很生气 我就手上不是拿遥控器吗 我也砸在地上 然后我就跑着去了 我心里特别委屈特别难受 为什么老是要拿我跟别人家的小孩比 就别人家小孩就那么好 我就那么差吗 就是那种心里特别难受呀 您还记得孩子说的这事吗 砸电视的事 当初是为什么要砸电视啊 因为他不听话 不好好读书 搞得形式不好 人家的老师的吉女 打得很好 但不好 我爸他以前还就觉得我特别懒 以前嘛 我妈妈他不是在食堂给学生做饭打工吗 然后平时他也会剪一些纸皮啊 还有饮料瓶这种拿去卖 我妈经常就是因为会手疼脚疼 因为干活干太多了嘛 我爸就会叫我去挑 去忙挑 那时候特别多我的同学 我就不乐意去挑 或者挑的时候就躲躲闪闪的 或者他叫了我好几次我才去 就是那种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一种 还有我爸的话 他就一直秉持着 那个桌上教儿女的理念 就每餐吃饭的时候 都会剔斗士的教育我们 有时候我就想吃饭了赶紧走 但是他不让走 你会跟老爸反抗吗 会做什么举动呢 越不让我干什么 我就越干什么 因为他觉得我怎么都不如别人家小孩那样 出外的时候我就沉迷上网 那时候不是喜欢玩那个QQ飞车吗 QQ旋舞之类的 包括我上课的话呢 我也会就跟同学传纸条 就平时晚上跑出去上网 然后白天打瞌睡 或者时不时的还跟老师顶一下嘴这样的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在我初二那一年 我那时候住三楼职工宿舍 然后呢我二楼的时候有一个也是老师的女儿 我跟她玩得特别好 但是她学习成绩拔尖的那种 但是她又爱玩 然后我当天晚上约了她 下自修了之后就一起出去上网 然后呢她就说你先出去嘛 然后我就先出去 当时那个校门口她已经关了 所以我们平时喜欢上网的同学都会翻墙 然后呢我心情打扎地爬上去 然后翻过去 一落地 我就有点小兴奋 我就开心 我说哎 没事没事 没被逮 结果唰的一下 挤出手电筒的光就罩着我 当时我耳边特别熟悉的声音 你给我站起来 我爸的声音 我爸那时候带着几个老师 因为我爸当时已经当领导了嘛 他带队带着几个老师 在那逮学生呢 结果没想到 嗯 被逮到了 一抓抓的是自己家姑娘 对 你那时候什么心情 太太不好笑了 太没没面子 您说他了吗 说孩子没有 没有说就到回来 说他他也不好笑 但是我没说 嗯 他就好几天他都没有搭理我 对人家学校不让干啥 你干啥对吧 嗯 你还做什么 我就因为被老爸逮了上网之后嘛 我后来就不爱上网了 然后就喜欢瞎玩 当时初三嘛 我跟我同学也是约好了 放了碗子修之后 一起出去吃螺子粉嘛 当时候准备过年了 然后他们那些堂哥堂姐都回来了 嗯 就是所谓的小混混那一种 嗯 到了螺子粉店 我不知道为啥啊 当天晚上我爸去我宿舍找我了 他平时都不找我的 嗯 他当天晚上去找我了 他肯定想了我又去上网了嘛 然后就找了好多家网吧 结果没有找到我 然后就一个网吧老板跟他说 说我在夜宵摊吃螺子粉的 跟几个小混混 他当时就就就就很生气嘛 然后他就去到夜宵摊 然后我当时刚好从厕所出来 有一个同学他跟我说 他你爸来了 我不信 然后我就坐下来 结果另外一个同学又跟我说 他说你爸真的在你后面 我又不敢回头看 我怕是真的啊 然后我就听到他的声音 他说路梦娜你给我回去 然后我就 我就听了他脚步声走过来了 我又没搭理他 同学在那里我爱面子 他又过来 他又很生气 他说我叫你回去 你是没有听到吗 他就揪我耳朵 以后我只能回去了嘛 跟他一起来的 还有个老师 那个老师把我带回去了 以后回去了 我还是跟往时一样呀 我开了一晚上的灯 等他回来骂我 结果那天晚上 他还是没有来骂我 然后 我当天晚上没睡 等到第二天起床的时候 我在三楼 我听到二楼的老师说 昨天晚上就是说我爸吗 昨天晚上 被几个小窝窝围着打了 被送去医院抢救了 流了特别多的血 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等一下我们组备去看一下他 我听到了 我就特别不敢相信 又特别害怕 我在想 我很想知道我爸怎么样了 会不会因为我这样的事情 就导致我没有爸爸了 嗯 当时是很害怕 他很担心很想去看他 然后没没敢 陆大哥那天晚上找到女儿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 找到女儿之后我救他回来 从他去那个小那个就拿 他被小朋友叫 听我打来 打到我头上 为什么打您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 我就是救我的女儿回来 嗯 就是这样 可能他们觉得把他们的朋友带走了 这年轻的小孩子们没有什么分寸 想报复您 所以打了您 然后到第二天下午 我爸回来的时候 他躺在床上嘛 然后我看到他 头上蒙着那个纱布 那些纱布上面还滋拉着一点血迹 就特别害怕失去他 同时又很自责自己为什么这么淘气啊 这么调皮 这样 交这样的朋友 你跟爸爸说什么了吗 我当时跟他说话 他也没搭理我 反正我叫他他也不应了 然后过了好几天之后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我就拿过去给他 他就说这是什么东西 我说 爸这是我给你的信 然后他又拿了那个信 直接丢到旁边去了 他也没有看 在父亲可能还在气头上 嗯 那经过这件事 你有没有懂事一些 有没有收敛一些 反正后来确实是没有瞎混了 但是还是没有好好学习 嗯 我记得是高中的时候 文理分科 然后当时其实我就想着选文科了嘛 但是我有好几个玩的好的同学 他们都选择去学艺术 嗯 然后我就跟我爸说 我说爸我想学艺术 他说你学这个东西干什么 学出来了 你以后要做什么 嗯 其实爸爸应该是不太支持的 是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以后要做什么 但是我大家都学 我就想学 那你怎么说服你老爸的 我其实打了好几次电话 他都没同意嘛 他又跟我讲 他说学这个东西 以后不好找工作 你也不知道选什么专业 但是后来我就直接硬性反抗 我就两周不回家 因为我们平时周末都回家的嘛 我就直接两周没有回家 然后直到后面 我爸打电话给我 他说女儿啊 你想学就学呗 但是你要好好学哦 嗯 这个要花不少钱的 对 嗯 他这样跟我说 其实爸爸妥协了 嗯 我们也都知道 但咱要学艺术 就像你爸爸说的 这要花不少钱呢 去那个培训学校 不是培训三个月嘛 然后呢交了五千多 五千多 然后每一节专业课 就是一对一的专业课 还得三百块钱一节 那几个月花了三万多块钱 陆大哥您那个时候 一个月的工资多少钱 六七百多 六七百 花三万多 这钱从哪来啊 这钱 这是从 同事文 这的 陈其朋友的这的 嗯 想办法 多赞钱 多助攻 多赞钱 有赞钱的地方 都会赞钱 嗯 你都干了点什么呀 那么的大哥啊 嗯 能将三五开 三五开 再一起来 再一起来 站起来 可以 他都说 他就又去了 他攒起来给我 然后那时候 他还会帮人家摘荔枝 嗯 摘荔枝以后呢 从翻了好几座山 就把荔枝给挑下来 因为摩托车开不上去嘛 都是扁担挑下来 一旦的话呢 也可以卖个十来二十块钱 嗯 那那时候你怎么样 好好学没有 没有好好学 大家都攀比心挺强的 就比如说 穿一些漂亮衣服啊 或者是 一些名牌的鞋子 比如贵人鸟啊 这种 那时候我也会买 两百多块钱一双 你都瞎滑了是吗 是的 那考上了没有啊 没有考上比较好的 本科肯定上不了 我爸就让我读锦校 然后就去上了锦校 那个时候 孩子高科成绩出来了 然后专业可能也没有那么好 那时候心里会寒心吗 心里能受 但也没办法 自己的女儿 这样呢 就得尋求一下 嗯 你是哪年参加的工作呀 后来 2015年 就是大学毕业了之后 参加了工作嘛 那时候经过考试 就考到了我们南宁的 一个公安机关单位 然后在里面负责的是 那个指纹破案 爸爸满意吗 爸爸就他就觉得女孩子嘛 他工资能养活自己就行 但是我不太行 因为在单位里面 他们很多同事 我很多同事 他们好像一些硬性条件 都是现成的 就比如说房子 他们不需要自己筹 然后车子还可以开很好的 背景特别好 但是我不一样 好像我爸爸没有办法给我车 也没有办法给我房 嗯 我就很不甘心 除了上班以外 下班的时间 我都会去做兼职 比如说去我店 我朋友的店里面 他不是开美容店嘛 然后我去给顾客洗脸 做备 挣手工费嘛 嗯 然后自己也会在朋友圈 卖一些老家的特产 像辅竹呀 米粉这种东西 就南宁的话呢 就会送货上门嘛 嗯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话呢 就是 有一次下着雨呢 其实也挺冷的 广西的东西 要冷也挺冷的 就刺骨的那种 然后我就披着雨衣 戴着头盔 然后去送货 然后戴着那个头盔 把它下着雨 我把那个防雨镜放下来 又看不清楚 我就把它放下来了 把它撩上来 然后那个雨水 就很冷很刺疼 又打在我脸上 打在我眼睛里面 但是那个时候 我还是觉得 能多挣一点钱 就还挺好的 还挺好的 靠自己的努力 去挣钱 对对对 您支持她吗 知道是知道的 但是我不支持她 因为一个女孩 能够养我自己的 就不错了 那还有什么 是爸爸反对你 你要坚持要做的呢 就谈男朋友的事吧 16年 然后我爸爸生日嘛 然后我就把男朋友 带回家了 然后他们接触了之后 好像我爸 对我这个男朋友 不是很满意 他就觉得 他好像责任性不是很强 然后好像对未来 还没有特别好的规划嘛 然后完事 我们上南宁了之后 他就会经常 三天两头的 给我打电话 他就说女儿 我觉得他不是 就是说 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他开始就好好的说 就是要我分手嘛 那我就应付一下 然后有一次 他就打电话来 他就说 我跟你说的话 让你早点分手 你听到没有 你这样子跟他在一起 以后要是遇上什么事了 你不要回来找我要钱 我当时啪了一下 我就把电话挂了 我就好生气 我说为什么我的选择 我的做法 他老是不赞成 我当时就在拼命地抗拒 我就是一定要做给他 看我是对的 连那个时候 是觉得那男孩怎么了 你反对他们在一起 他找的男朋友 家庭背景也不是大好 责任性不够奖 后来呢 分手了吗 后来没有 但是我爸是对的 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事 就是我养狗嘛 那时候我的同事 他们都养狗 然后我也养了一条 你是不想说 你男朋友的事吗 就后面后面再讲 后面简介上 然后那时候养狗就很开心啊 就有一次2017年 清明的时候 我就开着我哥哥的车嘛 我又把狗带回家 我爸看到我特别开心 但是看到我后面 穿了一条狗下来 然后还跑我就扑他 哇 它顺利脸就变了 它是谁的狗 我说我养的 哇 它马上就开始骂我了 它说你住别墅了吗 别人住别墅的养狗 那没问题 你自己住个工作坊 自己都不够住 你还养一条狗 以后它就特别的反对嘛 那你们这种较劲的这种状态 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 直到我生病 2021年10月份 我是在10月之前 被抽掉了一个月去外单位 那时候就开始有感觉了 就喉咙疼 然后会发轻微的发烧 但是不严重 然后在一个月之后 就9月底的时候 就开始频繁地流皮血 然后呢 夜间反复地低烧 然后身皮上 皮肤上面还会有一点点 一红点红点的那种出血点 然后呢 在17号的当天晚上 我就烧得比较严重 然后鼻血也止不住 就烧到大概40度吧 然后呢 我就想着 哎呀 可能可能事情有点严重 我就想着去输个夜 输点消炎什么之类的 去到医院了之后 就抽了个血嘛 然后结果出来的时候 就显示白细胞 211 正常区间是3到9嘛 我当时想 哇 我的炎症这么严重啊 嗯 结果我拿去给医生看 医生的脸色 瞬间有点严肃嘛 他说 你怎么那么不珍惜 自己的生命 现在才来看 我就说医生 我这是怎么了 他说你这个可能是白血病 我这里看不了 你得去上级医院 然后我当时对白血病 没有什么概念 我就感觉可能 他就是比普通感冒发烧 更严重一点点 但是没有想到 他是血癌嘛 但是他跟我说 他这里看不了的时候 我又感觉好像 事态有那么一点点严重 听了他的话 就打车到上级医院去了嘛 结果上级医院 急诊医生 看到我的报告之后 他说你在那里等一下 我叫住院部的医生下来 然后当时我心里 感觉有点慌 以后住院部的医生 他看了一下 他说你这个可能 95%是白血病 这个要满上办理住院吧 住院了 要开始治疗 做骨川 然后呢 骨川结果出来之后 就确诊 我当时很懵 不知道白血病是什么东西 然后就打开手机搜 哇各种 什么死亡率啊 什么什么的那种 我就特别害怕 然后我在同时 办理住院的同时 我就给我哥打电话嘛 那时候凌晨一点多 打了好几通 他没有接 或是就开始给我抽血 检查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马上就给我掉了一瓶 化疗药 橙色的 橙色的化疗药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 其他颜色的东西 带颜色的 对 然后他还给我吸氧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直到三点多 我哥又给我回了电话 他就问我怎么了 我说哥 我好像病了 他说什么病 我说白血病 然后我就哭啊 我哭了 然后我就跟我哥说 哥 我又拖累你们了 然后我哥哥跟我说 他说 一家人说什么拖累啊 陆大哥年是什么时候知道 女儿得白血病这个事 我是2021年 10月18号 大家有个打电话告诉我 就马上过来 不到南宁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心里怎么想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心里就崩溃了 到我的鼻子一转 怎么 就上帝征伐我啊 对 因为我在他见我之前 我前几天还在家 我蹦乱跳的 嗯 那您见到他之后 他是个什么状态 我见到他之后 他在医院 他也 无事了跳 无事了用轮椅来推他出来 磕着玻璃 我看见他脸色很焦跃 当时我鼻子一转 眼泪就老下来了 嗯 你在医院 第一眼见到爸爸从老家 赶回来看你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见到他们那一刻 我心里面特别安 但是又特别的害怕 整个人直接 又重新崩了一次 然后眼泪直接就掉了下来 我就会喊 我说爸 妈 没就后面的话 就有点酿呛 说不出来 然后我爸就跟我说 他说 啊 女儿啊 没事 你安心治病 爸爸有钱 哥哥也有钱 妈妈 平时也攒了一点钱 他说你安心治病就行 我问你哥了 这个可以治好的 他这么安慰我嘛 嗯 那后来爸爸就跟着你 一直陪着你 去做治疗嘛 后来我才知道的 他因为去我哥家住比较远嘛 二十来公里 他们可能一直想在我身边 离我近一点 所以在医院的楼下 不是有公园 那个长廊嘛 他们在那坐了一个晚上 谁说出来照顾我 他都不放心 他就得自己照顾我 然后当时他就陪我待在医院 他住在陪护床上面 我就住病床嘛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因为我经常要输的血 半夜才回来 然后我输血的时候 又得一直看着 然后我爸就会叫我睡觉 他就会盯着那个 我的那个输液包 一滴一滴一滴的 直到滴完三四个小时 他就一直看着我 直到我输完血 很多次很多次都这样 然后还有印象比较深的话呢 就是因为我当时身体比较虚嘛 然后会出虚汗 就衣服都会湿 就会比较脏嘛 然后我爸就会拿那个水壶 去开水煎把揭开水回来 然后倒到一个桶里面 他又直接伸手进去 拿那个毛巾起来拧干 我看他手都是被烫红的 然后擦到我身上 但是擦到我身上 温度才刚刚回事 对对对 对于以前来说嘛 这一段时间我好像 又回到了小时候 他对我特别的疼爱 就小心翼翼地 给我短食倒尿啊 擦身子啊 然后我坐鼓船的话呢 他还会在外面鼓励我 他就隔着那个玻璃门 在外面大喊 他说女儿啊加油坚强 一下就好了 马上就好了那一种 因为旁边还有病人 但是他好像没有理会到 那些病人 他根本不在乎别人 怎么看他 为了让我听到 其实无论是从身体的照料 包括在心里的加油 对 爸爸都给了你坚强的力量 嗯 当时你整个治疗 你那时候花了多少钱啊 我第一个疗程花了十九万 然后报销之后花了十四万多 这些钱从哪来的呀 养老金 一万种群其防药 同事的借不来的 还有一些平时我 我满满脂皮攒的那些 零零散散的钱 嗯 还有我哥去给我借的之类的 嗯 就是能借的 能想办法的都借了 对 之后你们相处的怎么样 还是会有矛盾 然后是在2022年春节的时候 我那时候不是治疗了三个疗程嘛 然后可以回家过年 我跟朋友约好了 约好了去上香嘛 然后当时我们出道市区 不知道为啥我妈就打电话给我爸 就告诉我爸我要出去上香的事 我爸就打电话来跟我说 他说你不能出去上香哦 好不容易才好一点 等一下感染了怎么办 当时我就跟他说嘛 我说爸我不会感染的 我会戴好口罩的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身体状态还可以 嗯 我这样跟他说 然后他就他又生气了呀 他说我说不许出去就不许出去 你要再你要出去的话呢 我就不给钱你治了 他这样跟我说 然后瞬间他这句话就刺痛了我 我就感觉特别的生气 然后我把电话挂了之后 我心里面就在想 然后我一边哭一边想嘛 我都这么大了 而且我还生了一场病 为什么想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还是要干预我干涉我 当时我就生气嘛 然后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 我也没有接 有一次我接了 他又跟我说 他说女儿啊 不是爸不想让你出去 而是爸看到你以前治疗 那么辛苦才熬过来的 我很心疼 他这样子跟我说 我就说哦好我知道了 那后来你们的关系缓解了吗 当时嘛 就烧香完之后 我就又上 上那个南宁继续下一轮的治疗嘛 当时医生说可以准备钱 准备25万进舱移植 然后当时就做了古川 有一项基因没有缓解 朋友会跟我说去北京试试 然后当时我也有这个想法嘛 我就想 既然要博 那就去博一博嘛 然后当时 我哥就问我身上还有钱吗 我说没有钱了 然后我说哥 要不我筹个款吧 你是想在网上众筹 对 在网上众筹 然后我跟我爸说 我爸就不乐意了 他为什么不愿意 就是因为要发几张不好看的照片 发到圈里面嘛 我还没结婚嘛 他就不想把我这个信息给公开 他觉得对我以后不好 是这样吗 是啊 我女儿还没有结婚 所以爸爸其实属于那种 所有问题他自己扛 对 他不希望我女儿用这种方式 来让大家来帮助 让大家都知道 你的身体不好 因为你还有很长的未来要走 对 但是后来吧 我爸去借钱 也吃了闭门羹嘛 就发现好像 借不到那么多钱 然后就同意 我在网上筹款了 后来我就拿着钱 去北京治疗了 治疗了第一个疗程之后 哎呀 我那个基因缓解了 特别开心 医生就说 如果能保持这样子 保持两年的话呢 就可以不用移植了 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嘛 然后治疗了几个月之后 我就想着 因为头发那时候 当时也长得这么长了 然后我就想着回当地 因为 跟以前的生活脱轨太久了 我就寻了 我回去上 上点班嘛 然后上了两周班 大概是半个月这样子吧 我又到时间 去北京治疗了嘛 然后当时又做了骨川 其实那时候 我有不好的预感 然后 确实就是 等骨川结果出来之后 发现我那个基因 又冒阳了 我当时就很着急 很着急 我又发现一个医生嘛 我说医生 我这个是不是复发了 我当时已经 很难受地说话 不能说直说了 就是哆嗦地讲的 你是害怕了 对 特别地害怕 我在想 好不容易看到 希望开心一段时间 然后现在又重新 又跌入谷底 知道女儿复发的消息之后 您是什么心情 我已经就 毕竟宣 就留意了 哭了 发在我头 就身上的事情很多 就这么难了 我女儿就这么难了 那复发之后 什么时候 又开始重新治疗 复发了之后嘛 然后当时就继续化疗 然后呢 开始进仓移植 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 就嘴巴全部烂完 喉咙也烂 因为碰一点点水 吃东西的话 它就会直接吐血出来嘛 一天吐很多次很多次 反正浑身 一点劲都没有 然后当时 两边手都埋着管子 身上也是插着心电图嘛 就感觉自己 被牵着一样的那种 整个人特别特别地难受 然后那一会儿 我爸有打电话给我 我没接上 然后我就给我爸 回了一条消息 我说爸这几天我不舒服 我过几天再找你 然后我爸他也没 没敢回我消息嘛 他会时不时地给我发个红包 试探一下我的状态 也就看我领了 可能就是状态还好 那看我没领的话 他可能就会稍微比较紧张 那时候就特别痛苦 我爸他就会时不时地给我分享一些 移植后治愈好了的那些案例啊 之类的分享给我 才说要我一定要加油 对 你刚才说了说移植完其实非常痛苦 对 吃东西吃不下 20多天没有碰水 没有吃东西 全靠吃 对 28天 28天之后 你的状态 然后那时候就出舱了嘛 给我爸打视频电话 他没有接 因为可能我嫂子跟他说了 我在舱里面的样子已经变形完了 他可能不敢看 然后他挂断了 他给我播了个语音回来 我喊了一声 爸 因为我很久没有跟他打电话了 然后他又直接哭了 他说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 要这样子对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还那么年轻 他那么乖 然后他就 他就哭了 我说爸没事 我说他妈妈好呢 那28天 您是不是每天都得揪着心 每天都在想 女儿今天是不是能安全地度过 安全地度过一天 然后出舱了 我那男朋友真的跟我分手了 他跟我说他家人不同意 其实在分手之前 他已经对我冷暴力了好几个月了 但我出舱了之后 他又直接跟我说 他说家人不同意 以后跟我分手的 所以刚刚我说他是对的 我爸是对的 所以这一场病之后 你会发现 人生有很多地方 是你需要重新去梳理去面对的 对 是的 而在你最难的这个过程当中 老爸都会是默默地陪着你 对 他就那段时间 他就变得很奇怪 他会开始 给我分享一些搞笑的视频 然后会拍我妈在干嘛 然后他也会 自己拍自己在干嘛 然后他就来转移我的注意力 就他以前从来不会这样 因为他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老爸 对呀 而且你出窗之后第一次视频 你爸爸就会说 为什么这么对我这么乖的女儿 他就会老惦记着我 他说女儿啊 过几个月好了之后就可以回来了 回来了你也不要着急去工作 爸爸养你 妈妈给你做饭吃 我们都可以照顾你 你就爸爸养你就好了 你什么事情都不要想 他就这样子 每天都几乎都会跟我说 然后头发长出来也会漂亮的 这哪是当年那么严厉的那个夫妻 对 就完全变了 什么时候结束的治疗呀 二三年四月份 回家因为就是吃靶相药嘛 然后定期检查 然后我那个靶相药还特别的贵 一盒六万八四十二列 可以吃四十二天 还要吃很长一段时间 但回到家 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对 我爸妈什么都不让我干 就不会像以前一样 以前回去的话可能不超三天 现在你在家待三个月 好像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特别的蛇血 那你们现在相处的怎么样 经过了这一场大病之后 反正我爸爸 其实对我也话多了 然后呢 我们相处的就很好 我也会 因为他现在三高嘛 脑梗之后就比较懒 有很多东西又不能吃 然后又不爱锻炼嘛 我就会督促他去锻炼啊 然后呢 会上街去给他买一些 他能吃的东西 然后你会带他一起去运动 一起去跳广场舞这一些 所以你也在慢慢发生改变 对 反正他在我身边 我很安心 我在他身边 好像他也挺安心的 就像以前 我听到爸爸的打呼噜声 我很烦 但是我现在听到爸爸的打呼噜声 我真的感觉他活生生的 在我身边 心里会很踏实 对 特别的踏实 你现在跟爸爸在一起住吗 我现在就是 我除了去北京治疗的 复查买药的时候 其他时候都会在家里面 就是陪他们 我是打算 就是后期也会搬回家 跟他们一起 然后就是可以多陪陪他们 然后一起康复 你现在在哪儿 在做什么 我现在就是平时会拍一些短视频 然后呢 记录生活 偶尔也会去做直播带货嘛 还有在朋友圈 卖一些家乡的水果呀 特产啊 这些东西 来给自己挣一点治疗费用 今天为什么要来到我们节目 跟爸爸道歉呢 我在前两周的时候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他也是白血病嘛 然后我给他发消息 他说他回福建老家了 有点事 他说他爸爸住院了 然后过了几天 我又给他发消息 我说怎么样呢 然后刚处理完护士两天 我当时内心就特别的崩溃 我就想到了我爸呀 我又想 哎 自己以前做了这么多事情 这么不听话 所以也趁着这个节目的机会 来跟我爸爸道个歉 感谢一下我爸爸 这么多年来 一直对我的宠爱 虽然我以前不太理解 但是我现在都理解 他以前的这些行为 没错 的确我们可能都要想一想 我们还能够陪父母多久 如果趁你还有能力 还有时间 能够陪在父母身边 这一定是一个最幸福的事情 对 特别幸福 听了今天的故事 我们三位嘉宾老师 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特别想跟孟娜去解读一下 爸爸的威严 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 父母对待孩子 如果是过度的严苛 很大一部分的可能性是他无法去面对自己内在柔软时候的无力感 往往在这种情况下 外表越严肃 严肃的严肃 他的内心不安的忐忑的东西是越多的 明明是一个内心面对挫败感 有特别强烈的一种不知所措的一个男人 但是当他去面对女儿的柔软和脆弱的时候 他却像一个盾牌挡在了你的前面 这份父爱我觉得了不起 孟娜你作为最好的报答爸爸的礼物 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快乐地活着 因为你爸爸的内心其实很柔软 所以你的快乐 你的健康 你的不放弃 就是对老陆最大的爱护和回报 祝你们妇女二人身体越来越健康 笑容越来越多 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老师 感谢老师 谢谢您 孟娜好 老师好 就真的像掰手腕一样 父亲和女儿激烈地对抗 要看谁赢了 结果突然一下俩都病了 于是都不想打仗 因为爸爸太怕女儿离开了 女儿也太害怕失去爸爸了 其实特别简单的一个故事 孟娜生病了 爸爸生病了 有些安排你就没有办法去改变 但是咱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给对方对方想要的 爸爸最想要的就是孟娜 健康坚强 好好的 孟娜最想要的 就是您健康多陪她 珍惜引前人吧 这就是我想说的 谢谢老师 谢谢你们了 孟娜 你爹在这场 婦女的PK中 她一定赢不了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她不是败给你 她败给她对你的爱 这就是父爱如山 深入骨髓 老陆 你太爱自己的女儿了 一致于 在她长大成人以后 你始终在干涉她的生活 你在妨碍她的成长 这是你们在她没生病之前 你们PK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有一种爱叫放手 离开家 离开你 是女儿的使命 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安排她的生活 即使在她有病 在她治疗的过程中 你也得让她成长 让她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让她按照自己的意志 长大成人 成长是你必须带着爱和感恩 走向独立 你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所以梦那里必须活下去 好好活着 祝福 加油 希望你们能够因为懂得 真正的爱对方 谢谢你们到来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三位家庭老师 感谢你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 谢谢你来了 另外一个人 鸿子 秀 相好 аров 亲爱的爸爸 你还记得 这一幅景象吗 我记得是2009年的时候 我考上了隔壁镇的高中 那时候离我们镇上有20多公里 每周日下午3点多的时候 你就会骑着摩托车 然后把我载到这一个二级路口 搭客车 是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 刚出门然后就下起了大雨 然后你把那个雨衣 全部都披在我的身上 裹得严严实实的 然后你就淋着雨 骑着摩托车 把我带到这个二级路口 你就跟着我上车 然后从你的右后口袋 拿出一打皱巴巴的钱 全部都交到我手上 然后你跟我说 女儿去到学校不要搞破坏 要好好读书 然后你就下车了 然后搬车开走 我看着你的背影 我哭了 爸爸 对不起 我这些年没有懂事 一直都不听你的话 长大之后还生病了 花光了你们所有养老的钱 还付了一堆的债 真的特别对不起你 其实我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我也要你道个歉 其实我也感谢你 现在对我的白板 我好开心 好高兴 我女儿长大了 谢谢你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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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以后的日子 你们会更加的相互理解 日子也会过得越来越好 希望你们两个人的身体 都能够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你们来这个舞台 爸爸 对不起 我这些年没有懂事 好开心 我女儿长大了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 参与留言互动 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子女和父母的确在某一个阶段 就像是对手 相互之间充满了不理解 但是经历过事情之后 你会发现爱在彼此心间 所以珍惜当下 珍惜眼前人吧 谢谢你们来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